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慢变得无人问津 但是最近邵小山又红了起来 原因是他不断爆料关于范冰冰 冯小刚和华也的一些不为真知的事情 虽然真实的无法考证 但却让广大网友开了眼界 邵小山自称是范冰冰的昔日好友 从他放出的照片来看 范冰冰与他确实有过交情 但在禅使官爆料范冰冰之后 邵小山突然与范冰冰翻脸 并爆料自己曾帮范冰冰 对外宣布范冰冰是他弟弟 还见证了范冰冰与冯小刚在洗脚城的一些事 因得网友对他格外关注 但是没过几天 他又删除了那些微博 据说是因为被范冰冰起诉 此前他因为爆料赵薇丑闻 也被赵薇起诉 第二天发微博向赵薇道歉称 自己磕大了 近日折服已久的邵小山又发文爆出猛料 这次是关于葛优 他在微博中称 葛优老师是好人 有辅导演要前规则我 他帮我挡了一刀 他人太敬业 太善良 太厚道 太仗义 太低调 太地道 而且 林飞问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和崔老师拿生命和华裔 却都只字不提可有老师 为何 人贫啊 有网友表示 崔老师是真干 而你就是个蹭热度的 因为邵小山颠三倒四的言语 很多网友表示 这人脑子不好 邵小山为何频频发表大尺度言论 在翻了他微博后 小编发现了一些端倪 每次他发一些大尺度引起争议的话题 受到网友关注时 他就会在微博公开招上 在他最新的微博中这样写道 想投放过自媒体的朋友素与我联络 一个月 那两次热搜1000 朋友圈200 直播700 原来是这样 看来这位龙女自称的替身演员 爆料只是为了能吃饱 但是 他对葛优的称赞 很多网友还是认可的 不知道各位读者对邵小山怎么看 对范冰冰昔日闺蜜感恩个优